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宁夏军把马红奎登记 相比于维盟政权 日本人更看重马红奎 这不光是因为马家军实力强劲 最重要的是宁夏地理位置 对于日军来说太重要了 日军隐约感觉 中日一旦开战 苏军很可能从西北支援中国 所以他们要抢先控制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 但要控制这两个地方 就绕不开宁夏的马红奎 日军策反马红奎做了很多工作 但军已失败而告终 马红奎虽然到处吹嘘自己有多爱国 真相其实并不如此 自他父亲马福祥 出任宁夏护军使 到马红奎成为第二代宁夏王 马家父子统治宁夏已有二十余年 曾肯将手中的地盘让给日本人 马红奎不仅拒绝了日军的拉拢 还主动取缔了 日军在俄进了其设立的特务机关 马红奎把这次行动 宣扬得人尽皆知 然而真正的幕后英雄 却惨遭马红奎免职 1936年8月 日军特务将其授服 少在俄进了其的东面 建立了军火库和飞机场 以便在战时切断新疆至兰州之间的空路 和进了其离宁夏省府较远 马红奎可能并不知情 也有可能是不敢得罪日本人 假装不知道 直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把事件报道出去 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马红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取缔一个特务机关不难 难就难再如何不让日本抓住把柄 他思来想去 马家军中唯有李汉元能担此重任 李汉元早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波达 后又进入北平陆军军需学校深造 毕业后进入黄虎任经济教官 还参与过北法 他因清党的原因 逃入香港避难 1928年 马福祥念在和周老乡的情分下 将李汉元推荐到了马洪奎的部队任职 李汉元在宁夏爬得很快 三十几岁就当上了少将参谋长 监民政厅长 马洪奎让李汉元把日本人请出去 但不准他带任何部队 只给了一辆卡车和五个随从 日军特工不仅训练有素 而且还有蒙古保安队的保护 李汉元认为 非得请九泉的青海马家军马不康屡帮忙不可 李汉元与马不康有些交情 于是借了一个牌的士兵 洋庄后面还有大队马家军 李汉元利用牧民惧怕马家军的心态 迫使蒙古保安队不敢继续为日本人效命 然后顺利的将日本特务绑回了九泉 任务虽然顺利完成了 但李汉元却惹上了麻烦 马洪奎命令他将日军特务连同缴获的所有物资带回宁夏 可是马不康却从西宁船来命令 要求留下所有物资 作为出兵的酬劳 南京方面则要求李汉元将特务和物资全部移交给甘肃省府 李汉元按照马洪奎的要求拒绝他们 但谁知马不康竟将他们全部扣下 最终南京与青海达成一致 物资留给马不康 特务和文件则移交甘肃 只有五个随从的李汉元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马洪奎却不这么想 以抗命为由将其免职 李汉元被迫离开马家军 在兰州开了一家贝福厂 李汉元从此默默无闻 但他却不知道 因为这次看似简单的任务 使得日军切断苏中公路的计划落空 抗战爆发后 日军只能从山西运城起飞 两个小时才能赶到兰州 这期间足够我方做好迎战准备和疏散措施 这才使得苏式装备 源源不断地从兰州发往各地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